妳說妳正常 她說妳不正常 我就問 妳正常嗎 好 我這邊都認為自己很正常 OK 外人覺得他們行為不正常的地方 也是別人的錯 是 OK 好不好 這位是陳薇薇 哈囉 大家好 菁姐好 來 我們的佩馨姐 大家好 我這邊沒人敢說他們不正常 沒有人敢說 好大的這個 三位都醫師啊 所以很明顯要聊一病之間的關係 來 我們歡迎我們的 來 皮膚科醫師 蔡醫生 蔡醫師 哈囉 大家好 好 我們副產科 陳寶仁 寶仁醫師 大家好 最近相當熱門的職場外科 來 我們的 蕭木齊 蕭醫師 大家好 今天要問的是 一點鳥事就去看醫生 你覺得正常嗎 對 來 你們覺得正常嗎 請舉牌 你竟然會覺得正常 一定很正常 一點鳥事喔 一點鳥事 我跟你講 女人在什麼時候 最容易緊張 懷孕的時候 生小孩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懷孕的時候 你知道大的肚子 然後醫生都說 孕婦多走路好嗎 於是我吃飽飯 我就去逛街啊 慢慢走 結果突然一陣子 我就 而且我就停了三秒 想說不對 這感覺不對 立刻摳老公過來說 老公我真的不對勁 趕快我們去找醫師 去急診 檢查完一輪之後 醫生就過來說 媽媽 那個 很安全妳不用擔心 但是後 妳剛剛可能吃太多了 然後加上 那個便便 妳可能最近比較不順暢 所以會有點不舒服 整肚子晒 就是說是小孩問題 我老婆都很會大笑 我真的覺得超丟臉的 很尷尬 但是這件事就算了 後來生完了小孩第一胎嘛 我小孩三天 我就掛急診 因為我就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在那邊聽小朋友呼吸聲 因為很緊張嘛 新手媽媽 就聽到她發出那種豬叫聲 這應該不對勁吧 趕快 就趕快就送醫院啊 都在堵塞 哪有堵塞喔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天生就會打波 這如果是我 我會覺得好可愛喔 睡覺我會想哭聲 還有緊急煞車的聲音耶 我覺得很可愛 最後那一聲有點像老人了 對啊 怎麼會發生那種聲音 所以那時候一樣 趕快進醫院 就是去找醫生 結果醫生就說 媽媽妳這才三天 小朋友沒有發育完全 對 但是我剛有問過保仁醫生 保仁醫生說這種情況 媽媽常常就是 也很常去找他 應該算正常 很正常 這真的很正常 身為一個品格高尚婦產科 希望大家都不要 但是身為養家活口 還有家裡很多人要養人 希望大家沒事就來看病 這是我的態度 但是我覺得媽媽比較特別 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老婆很弱 我曾經在餐點的時候 媽媽就問 請問我的小孩會不會太大 我說不會 正常 那會不會太小 我說不會 正常 那正常 大小正常嗎 對 她心裡會擔心 所以她一直覺得她不太對 那要你給她一個百分比 落在哪邊 所以才會有那個量表 產婦最關心的就是 親胎嬰嘛 是啊 胎嬰異常還得了 那一測 我靠 沒聲音 這個卷子是判死刑 那醫生也是臉綠了 後來 妳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個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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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跟你講我有 我那時候剛剛 小孩剛出生 因為兩個都住在保溫箱 所以我一個都帶不回來 我那時候實在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在節目經常 訪問到那個醫生 我就問她 我就說 沒辦法睡覺 因為我兩個孩子都在 都在家 我那時候是家戶病房 早慘 我都不考慮 我是竹月慘 可是他們全部腹部脹氣 通通進家戶病房 我都不敢講 然後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佩服台灣的醫生 他開了一鐵房子 他說 我跟你說 你不要緊張 你現在 叫你們家的人 緊去 那個 文主公 拜館公 做客廳 這樣啦 對啊 你有比較安心嗎 拜完你有比較安心 他總要給我一個事情做 因為我 那時候我完全無能為力 我還能做什麼 我要跟你說 拜完第二天 醫院通知 可以先帶妹妹回家 什麼 怎麼會這麼有效耶 繼續拜 對 我們說是 有意義的偶然 好不好 不正常 不正常 因為我們皮膚科 就是看皮膚的很多問題 大家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急診室 大過年的 還是有人要輪值 然後我除夕夜 我想說 吃完那個豪華便當 應該是可以去睡覺 誰急急要來看皮膚病 半夜兩點鐘 接電腦 接到電話 皮皮科醫生 有一個病人要掛號 四十幾歲 要掛急診 好 那什麼問題呢 主述 他 除事業 腋下長不出毛 是怎麼樣除去 你非從中 那我就下去跟他解釋說 腋下沒有毛 其實很好 你就不用刮 你就不用來除雷射 什麼什麼 跟他講了一大堆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不正常 就是一點很肥一所事的問題 他看錯科了 他應該看病 精神科 精神有關的 對啊 那如果硬高處理一下 五毛要怎麼解決 其實五毛 直毛啊 但是他到底有什麼困擾 而且是女生耶 對啊 難道他喜歡這裡 炸開一火嗎 可能洗完湯尾 可能洗完湯尾 他喜歡湯尾 那想要抓牌 我遇到的這個不正常的部分 是怎麼樣 他跟我來門診的時候 信誓旦旦跟我講說 下一次我長了痔瘡 我上網搜尋了很久 我覺得我這個一定是痔瘡 我就說那我們來檢查看看 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說來 躺上檢查台 我們側躺好之後應該 我看了一下肛門的地方 我覺得你好像沒有什麼 痔瘡的問題耶 然後他說沒有... 先生 我跟你講在這裡 我說哪裡 這裡 我說是屁股蛋的地方嗎 他說對 這裡 然後我說可是痔瘡 應該是長在肛門這個地方 不是長在這裡 根本就是青春痘 它那個是頂拉吧 對 你看就是個頂拉在那裡 他還有我一而再 再而三的跟他保證 說我這個絕對不是痔瘡 醫生 你要跟我保證喔 對 這裡可以跟你保證 你的痔瘡也不會長在鼻子 所以這裡絕對不會是你的痔瘡 真的是 天啊 我突然覺得 對醫生肅然起敬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還要有耐心的 去解說了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 網友覺得正常還是不正常 一點秒是就去看醫生 你覺得正常嗎 聽聽KOL怎麼說 我是覺得不太正常 自己有些朋友可能 腳啊磨到一下 或者是被指化到一條 他就會想要去醫院 然後看醫生 或是去診所 給他們處理傷口 我覺得這樣子 是有一點點 浪費醫療資源 隔壁鄰居就有一個阿姨 三天兩頭 就要往醫院跑 然後我就問他說 阿姨最近看你比較慘 往醫院跑 你有哪裡不舒服嗎 他就會跟我說 沒有啊 其實我也沒有哪裡不舒服 我就想說去醫院晃晃 因為也沒有事情做 想說去拿個藥去看個醫生 我完全是傻眼貓咪 他就只是想去醫院領藥領心安的 完全就是浪費社會資源 所以大家真的沒事不要去醫院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了不正常 得票比例78% 你覺得正常嗎 對 他下巴是不是有一顆 真的 真的 22%是選正常的 其實8%選不正常 所以應該是選 覺得正常的人 浪費醫療資源的人 要被噴 真的 不要浪費醫療資源 真的 那我問你喔 病人最害怕碰到哪一種醫生 A 緊張的新手菜鳥 B 看診飛速的老鳥 A還是B 請舉牌 B是老鳥 A都有耶 我覺得是新手菜鳥 他們很緊張 但是有時候下錯判斷 就會有一些問題 我舉個例子 去年八月的時候 我姑姑剛走 然後我姑也是乳癌 轉移到肝臟 所以她整個肚子 懷孕 她跟懷孕快十個月 對 因為覆水 所以會有一個醫生 會專門來幫她抽覆水 那我姑也很挑剔 就是技術不好 會讓她痛的 她也不要 那有一個年輕醫師 就滿溫柔的 所以我姑就說 每次都希望那個人抽 她沒有上班就不抽 明天來抽這樣子 有一天我剛好 從醫院做完治療 然後去陪我姑姑 因為那幾天 我姑已經開始昏迷了 我知道最後她們就是 肝昏迷 肝昏迷就會離開 所以我在跟她講話 她當然絕對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她已經昏迷了 沒有意識 沒有意識了 然後所以妳跟她講話的時候 妳就會發現說 怎麼靠近她 她的那個心跳 起伏 呼吸都很慢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當然就緊張 那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走 我就跟那個醫師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姑姑這樣子 呼吸好像就是很慢了 我說那我們不知道 怎麼時候會走 你們是不是有儀器 可以有那個 電影裡面不是有那個心跳儀 停止的時候不是會一條線嗎 我說 對 我說有沒有那種機器 可以來幫她裝一下 讓我們知道說 有任何問題可以跟你們說 然後那個醫師就跟我講一句話 讓我覺得當時我非常的 不能接受 然後他說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留給很需要的病人使用 那因為剛好現在這個期間 就是 那我一聽就其實就知道 她是推託之詞 我心想說 算了 她不給我 那我們只能用人工方法去 例如說一個小時看一次看 結果大概到傍晚的時候 我就發覺我姑姑沒有感覺了 因為我叫她 怎麼沒反應 然後我就摸她心跳 摸呼吸 就學電影裡面 怎麼都沒有 我就跟我姐說 姐 你幫我看看她 她姑姑是不是那個沒有什麼 她就說感覺很沉 我去叫一下醫師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 結果醫師一來 她就聽一聽 然後檢測一下 她就深吸了一口氣這樣 然後我就整個傻眼 我就說 你確定嗎 她就很凝重 她說 對 然後我就整個崩潰 因為我覺得 在我面前離開 然後 你沒有給我一個儀器 讓我知道她什麼時候走的 我們自己在那邊看看 還發現說 她怎麼好像 搞不好她 10分鐘前就走了 我後來就跟護理師講 我不明白為什麼 剛剛那個醫師 不給我們這樣的儀器 然後讓我們就是眼睜睜的去看著 我姑姑就在我面前離開了 就是跟她有點抱怨 後來我就看到他們 就對著我姑姑鞠躬 就離開的時候 結果我就聽到那個護理師 資深一點的護理師 就跟那個醫師講說 菜鳥醫師 對 她就說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通融的 沒有那麼的絕對 我就覺得說 我後來沒有想怪她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我姑姑生前很喜歡她 第二個是因為我覺得 也許她知道這件事情 她自己也覺得很愧疚 那如果真的因為這件事情 能夠讓她下次能夠更 通融一點的話 我覺得也不是壞事 我覺得妳剛剛後面 那樣的想法很好 就是因為她有了這個 經驗 她就知道說 除了按照醫院的SOP之外 是不是在家屬的情感上面 就是給一點多的體諒或通融 這樣子 我覺得妳會這樣想很好啊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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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